啊 新女郎 你今天穿得这么性感 要去哪里啊 今天我要带你去 情欲魔王天蝎座居住的星球哦 那为什么要带皮鞭 手铐 眼罩还有这些小道具呢 你看过格雷的五十道营 里面有一个黑暗又充满秘密的书房吗 天蝎座居住的冥王心就是那种深藏不露 情欲的失乐园啊 所以呢 我的给系当然要带好带满啊 韩森 小怪兽 Yeah Let's go 每一天都想要与你共度 我是你的主公但你是我的公主 总是与众不同随时都想要同步 你说你一直都想要养一只宠物 想要把他收服放进你的口袋里 就像是宝可梦不同的属性三水一 外表又牙可爱 但是他是野兽派 在房间里或户外 到哪里都能够爱 loving you so much 嗨 大家好 我是打算带你们闯荡新海的老司机新女郎 我今天的声音呢 有一点感性也有点性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今天要带大家探索 情欲失乐园的星球 嗯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当然还有苦待 上一期呢 我们探讨天王星进入金牛座七年的时间 即将电报金牛座的感官欲望 但其实不仅金牛座很有事 对公的天蝎座遇到天王星的正面冲击 其实也非常的有事 对于天蝎座而言呢 最大的议题就是带来情欲的大革命 天蝎座的守护星是冥王星 如果要简单描述冥王星的概念 其实就像电影格雷的五十道英文 里面那个霸道总裁的秘密书房 一般人其实根本无从了解 除非你是他想掳尽好好处理的对象 那个情欲的秘密基地 是深不可测的性爱失乐园啊 这集呢我觉得强烈建议大家回家再听 因为听完我怕你需要立刻洗个冷水澡 你的声音你的笑容都是我的最爱 叫你男朋友小心被取代 他真的就是屌 他就是真的屌 他真的就是屌 他就是真的屌 因为他就是屌 就是屌 就是屌 因为他就是屌 就是屌 就是屌 他真的就是屌 我就是屌 我就是超屌 我们女孩也可以很屌 今天我们要来 跟大家来描述一下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谈论这个天蝎座情欲革命的主题 那我们邀请到就是情绪用品的代理商 行销的Ember 来跟我们一起展开一个超屌的对话 哈喽大家好 你好 看起来好温柔哦 我们等一下就要屌起来了哦 没问题 没问题 好 来吧 那我们就是这一题啊 就在讲高潮新革命嘛 这是灵感是我来 就看到你们公司 有一些就是 现代情绪用品的一个新的趋势嘛 那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很好奇哦 就是因为天王星带给天蝎座的 就是一个情欲的革命 因为天王星本来就是一个改革分子 那现在来到天蝎座的对公七年的时间 就不断颠覆天蝎座 想要追求更新更颠覆性的高潮 当我看到你们结合科技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我就觉得意识到 这个的确是潮流的开始 那我想要问你就是说 你从事这个情绪用品的工作 有没有观察到消费者怎么去面对情欲观念的改变 有 因为我应该是说我在几年前 才接触这个情绪用品的行业 那我就慢慢发现到说 原来这是一个很蓬勃发展的行业 那因为其实这近十年 其实我们有观察到情绪用品这个需求 这个行业是不断的一直在往上 也慢慢注意到说 其实我们台湾人对这样子 性愉悦这样的观念呢 其实大家越来越能接受了 那其实有听到很多朋友们也在谈说 其实这个也可以是男女之间助性的一个用品嘛 所以不管是自己玩跟对方玩 其实都可以玩出一些新的火花 对不对 对 没错 自己玩 当然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棒的 你不用一定要永远在那边等一个人 你就可以自己给自己 永远在那边等一个人 对 你不用等 你随时随地就可以来一个狂欢 随时随地就可以带给自己最棒的愉悦 就像肚子饿吃一碗泡面这么自然的事 对啊 你不用说还要等谁回家你才能吃 那饿到已经都饿到受不了了 那两个人的话其实也是更棒 因为有时候情侣在一起只有老夫老妻 其实有时候大家反而需要一些新的小刺激 再来就是说使用这个其实是对两个人呢 其实反而是对两个人的亲密生活 其实是更加分 对 那我蛮想知道就是说 因为你从事这个行业 你会观察到男女的商品吗 那你会 他们会各自喜欢什么样的情趣用品 那分别会重视什么样的功能呢 我们目前呢 我们观察到的 那比如说像男生的话 那以比较喜爱的商品 那男生当然比较还是以飞机杯为最多 然后再来就是说也有像那个阴晶震动环也是还不错 那男生的话就是比较单纯一点 大概是这两样为大宗 那女生的话其实一般来讲 当然最入门开始主要还是先以跳弹为主 因为跳弹的话它比较是体外使用嘛 那如果说我还没有用过 那它不是侵入式的 那其实大部分大家先从这个入手 那当然再来就是说 大家比较熟知的 像会稍微有点进入山洞使用的 像按摩棒嘛 那像按摩棒 那再来那这个大概就是比较大宗的 那近几年就是还蛮流行的 就是叫做阴地吸水器 对 那因为这个阴地吸水器呢 其实是有一个德国的品牌 刚好也是我们公司代理的 那它是大概就是这五年 它发明出了这个阴地吸水器 然后结果一出来以后 那非常的引起整个情趣行业的轰动 然后它非常的厉害 那它一出来以后掀起一个大革命 那当然之后 因为以往的话我们可能其实比较少人去讨论到说 其实女生的高潮除了就是 大家比较常讨论的居典 其实还有是阴地高潮这个部分 那阴地高潮的话 那其实像吸水器这部分 它就是针对阴地 它是非接触的 非接触性是借由这个气流 它就温柔的刺激变化 然后让女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得到高潮 其实有点像其实口爱的技巧 对没错 因为其实如果说真的 我跟朋友就是调查了一下 就是普遍性当然就是 真调查入的这种方式 当然是传统的那个做爱的一些比较固定的 但真的普遍性遇到的男伴对于口爱的技巧 其实是蛮缺乏的 那如果有这样的东西 算是第一个是住性 第二个可能就是会探索自己的敏感点 所以我想它受欢迎的程度 是不是因为这样子起来的 对没错 因为其实之前国外也有一些 做蛮多一些学者做很多这方面的调查 就发现说 其实很多女生其实是不知道 有因地高潮这件事 即便说她可能已经结婚了 甚至生小孩了 她这辈子都不知道因地高潮这件事 一开始找你们好奇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们有一个叫摩吻嘛 各位听众我们等一下啊 就是等一下有活动 我们是最后要送出 这个摩吻的小怪兽啊 所以一定要听到节目最后 我们好好介绍她 那我先说我对她的感觉 就是因为我会想到说 第一个 做爱其实每个人都会做爱 但是能够愉悦到 或是调情到一个程度 增加愉悦感 其实是需要技巧的 那例如摩吻这件事情 她有这么多的分段功能 那可以针对你不同的喜好 或是说挑逗你的一些模式 来增加你的兴奋度 我觉得这个是很需要 对女生来说 可以简短那种进入亢奋的那种 就是时程吧 摩吻大家一看到 因为小怪兽可能大家都知道 她其实她的出现 其实也是打破我们的 对情绪用品的一个认知 只要女生一看到小怪兽 就会觉得天哪 怎么这么可爱 你心理上对这个玩具 你就觉得心理上 就已经先接受一半了 然后再来摩吻很厉害的是 她是目前呢 她能够有三合一的功能 然后她可以吸损 舌舔 还有震动 三合一 我听着我现在下半身 都有一点坐不住的感觉 那因为摩吻就是我们今天 可能要推荐给女生 很重要的商品 那待会呢我们会 我们卖个关子好了 就是我们待会会有请两位 就是月亮天蟹座的女生 她们对于情欲跟情趣 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视 那我们等她分享她们 对于这个摩吻的想法 我们再来最后进入 摩吻这个大专题 好 没问题 好哦 那我们先让Amber 来帮我们旁听一下 然后最后再帮我们 做一个总结 好哦 谢谢Amber 好 谢谢 感受心跳的脉动 我们一起放闪 随时都维持温暖 是对你的浪漫 只要按下开关 就立刻来场狂欢 不用担心 明天我帮你换床单 她真的就是屌 她就是真的屌 她真的就是屌 她就是真的屌 因为她就是屌 嗨 新歌 快来上我的车 好 让我们一起上 云象飞车吧 哎呦 好借机哦 我们要来到天蝎座的 冥王星 所以我想要跟新歌 问一下 因为新歌是 太阳天蝎座的男子嘛 那天蝎座男人啊 是情欲魔王等级的一号人物 是 毕竟天蝎座主宰的范畴 就是性 情欲 禁忌跟权力 那我想问一下新歌啊 就是江湖传闻天蝎座 是种性爱毒品 一旦用上了就很难戒除 那你认同这个评论吗 我觉得我还蛮认同的啦 虽然这样讲好像对自己蛮有自信的 但我觉得对天蝎座而言 好像情欲这个东西是 表现上是表现蛮好的 对 应该是 有口皆碑 有口皆碑 做口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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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超级自信哦 是 好 那我想再问啊 就是天蝎座的内心啊 看待情欲这件事情 应该不是只有纯粹的肉欲 交购能够满足欲望吧 那是不是很重视 双方必须要一起翻山越岭 到达各种高潮 我觉得有一点像是 大家朝一个目标前进 而且天蝎它有一个 会主动的去诱导你 然后大家一起的享受那个moment 就不是纯粹活塞运动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 那个印象会特别深刻 平常别人是爬象山就好了 你们可能要登百岳之类的 我曾经有遇过 有一个人就是在做完以后 他转过身来逼个赞 然后我也不晓得该回他神 你就微笑接受就可以 所以你看嘛 口碑不是作假的 对 那我们再来问啊 就是因为很重要 我们其实前一集有讨论到 天王星进到金牛座 带给他们肉欲感官的一个变革 那其实对于天蝎座来说 因为是相对宫位 他们受到的冲击其实蛮大的 那应该是带来一场情欲的革命 因为金牛座可能是感官的 那对于天蝎座来说是欲望 情欲方面的 那你有觉得在亲密关系 有受到冲击吗 我觉得好像有一点改变 跟过去的那个状况来讲 对你会觉得 该怎么说呢 就是比较蓬勃一点 蓬勃 就是更多元一点 更多元 因为以前你可能方向是比较单一的 可是现在会很多元 然后会变得更有趣一点 那我来 各种状况都可能会出现 比如说天王星它带来了几个现象 就是天王星有掌管科技 网络 社群这一块 那你有发现就是交友APP 这些东西它的功能属性越来越丰富 你有意识到这个趋势吗 有我觉得好像现在很方便交友 以前交友你好像 最早我们看那种古早的电影 还要带个玫瑰花出去 很怂的那种 大家越来产品里面碰面 那现在交友呢 就是越来越进阶 你根本不用见到对方的脸 不用看到他的面 你只要打开你的APP 你就可以找到各种你想认识的人 甚至于即便你现在没有在台湾 你可以先找到一个国外的对象 等到你飞去那边就可以爽爽的打一炮 对不对 所以在前面前次作业就可以 靠网路做得很好了是吗 对啊 我觉得这个 这个就是拜现在科技进步之事 就是说你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然后你可以借由这个APP 然后可以省去你很多的麻烦 你把先前的功课都做好了 去让那边只要尽情的享受 enjoy就好 真的很方便 其实那更多元 所以你无法掌控你可能遇见的对象 因为毕竟不在生活圈里面 对 那可以实验的范围实在太大了 对啊 像我的朋友会跟我讲说 天啊 你居然能够在网走 你知道北海道的网走 只有流冰 然后只有老鹰的地方 你去那边怎么找到人 他还不简单 打开你的手机 打开你的APP的国际护照 是 然后在那边先搜寻 对 所以你的现在出国的前置作业 其实都会有先预设好 说我这个到了北海道 到了哪里 这好像是一个SOP SOP 是 哇塞 我可以遇见以后 大家的那个国外的那个差起点 其实还蛮多的 有啊 而且尤其像现在有很多恋人 我知道他们也是不能够见面 对 所以他们必须透过网路 然后去看到彼此之类的 然后 也可以 待会我们就会谈到 就是那种远端遥控的性爱情去用 哇 好期待哦 好 那 交友的方式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 那 你看待亲密关系跟情欲的态度有改变吗 态度上我觉得 当然一方面变得你会觉得说比较 那个多元性 但另外一方面你可能也会变得比较 呃 沉稳一点 所谓沉稳就是说你可能变得没有 就是某方面变得稍微收敛一点 什么原因应该不是更开放吗 可能自己越来越老了 哈哈 因为你就会觉得说 哦 有时候要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有点累的感觉 所以那会透过 更精准的三选机制 然后就是种植不重量的性 会 因为毕竟天线之后还是很重视口碑 毕竟你 你三十岁你可以每天一天来三回 可是你现在没有办法了 所以子弹只能打在精准的标靶上 没错 没错 我觉得这很重要 天蝎座这方面蛮老谋身帅的 因为而且天蝎座会觉得说 当我要做一件事 我把它做到很完美 嗯 那我要让人家偶乐 对不对 这就是人家为什么对你们上瘾的原因 嗯 对如果今天牡羊座就来个猛冲啊 但是天蝎座还会顾及到所有的SOP 是不是做得很好 然后是不是能让你达到高潮 这个不是每个人可以做到的吧 对不对 嗯 没错 这是天蝎迷人之处 那你有没有印象最深刻你自己追的对象啊 嗯 然后让你很深刻的记忆 就是说 以前认识人有时候从网路上好了 你可能看过这个人的照片 你觉得还不错 嗯 然后有有兴趣 那你要先跟他搭起一个关系 嗯 有一个桥梁 然后先认识以后 然后当中间你要观察很久 看他喜欢什么 嗯 所以你丢东西的时候 不能再再问一些很老套的问题 对 你要跟他 丢一些 例如说 OK 嗯 呃 他有兴趣的话题 例如说他对咖啡有兴趣 你就可能要跟他讨论这一些东西 嗯 但天蟹又不喜欢那么直接 所以一定要拐弯末角 拐了很多的弯 嗯 所以你花 大概花 嗯 搞不好可能要花上几个礼拜的时间 布线 布线 等到布到 布到 布到差不多的时候 就可以约他出来了 嗯 他不会那么快 嗯 因为他要他重重的跌进陷阱里面 重重跌进陷阱里面 你的心机真的很重 但是 这样子就是一针见血 一针见血 他跑不了了 他跌得很深 受伤 我都觉得你们都先诱补 对 然后再猎杀 我觉得天蟹就有一点像猎人的感觉 对啊 因为就是补那些陷阱 然后让野兽们自动掉进陷阱来 然后他们就一次把它扑杀 对 一次扑杀 而且那些陷阱会做很多个 因为有些野兽会逃脱 哈哈哈哈 所以你可能 要多布一些陷阱 总是会有一只山猪会掉进去嘛 对不对 山猪 本来期待花抱 现在结果山猪也不做也够 没错啦 没错啦 好 那还有一个哦 就是因为今天我们有一个很特殊要探讨 情趣用品 而且是科技的进步 嗯 带来一些情欲的改革嘛 对 那我觉得好像真的普遍听来 天蟹座很喜欢研究情欲跟心爱的技巧 嗯 的一些东西 对 那如果说科技能够做到就是超越真实人体 做爱的那种快感 达到高潮性革命 你会期待这样的事情 会啊 要不然 我觉得这样会轻松很多 要不然你的手会很酸 哈哈哈哈 因为有些器具都是手动的方式去做的 对 那你一直重复做一个动作 一个方向 你其实很累的 嗯 所以我们这时候需要有更好的科技来辅助我们 那你会倾向就是自己使用呢 还是跟伴侣一起探索这样的东西呢 我觉得两个一起使用蛮有趣的 可能有这些东西以后 你的另外一半 其实也不一定要透过天蟹座才能达到这么多的高潮 对 你们会介意吗 我觉得不会介意 因为毕竟人的接触 嗯 跟物体 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 嗯 对 所以那那个感觉是不同的 但是并没有说哪一个高哪一个低 嗯 只要是能够带来 就是 双方的高潮 对 而且我觉得天蟹座有一点是他还蛮好奇 对于某些事物 所以他会想要去尝试 嗯 他敢去尝试跟尝鲜 对 所以你比如说你也愿意 比如说有新的科技产品来可以开箱 来吧 我愿意 我马上立刻让那个 你要把机器送来这里吗 我就要快递过啦 对啊 因为我们很想了解 就是说 那个天蟹座面对这种天望新的变革 嗯 那科技带来的进步 那因为我听到他们有一个很特别 就是用 针对男生 最敏感的一个地带 叫细带的这个部分 那因为一般人 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刺激到那个区块 对 然后他的很有趣的 slogan就是说 带来前所未有神经的性高潮 嗯 嗯 那这个东西就会让 当然胆小的人就会害怕 光听就好兴奋 这东西在哪里 现在买得到吗 听鞋座的反应就是 我眼睛就为之一样 现在打电话来得及定吗 不用听 我立刻寄一个给你食用 很好耶 我觉得你们面对情侣这件事情的态度 其实是蛮 其实是以比较健康 然后开放的心情去面对 因为好的技巧跟好的理解 其实可以真的带给对方很大的性的满足嘛 对不对 对 而且再加上有好的器材的辅助就更完美 我一直都想弃这件事怎么会这样呢 那我以后可不可以都找你第一个看一下 让我来个专栏之类的 或许可以尝试了 好 谢谢谢谢辛哥 那我们这次就先跟你聊到这边 好 没问题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 好 好 好 拜拜 拜拜 各位听众 快点跟上新女郎老司机的车 我们接下来要去接月亮天蠍座的女人 要来听听她们内心对于情欲 情之收集的秘密答案 究竟是什么样的 嗯 充满秘密的一个世界 我们都知道太阳天蠍座的男人是情欲的魔王 那么月亮天蠍座的女人就是内心住着卡门 那个情场上放荡不羁 敢爱敢恨 又不顾世俗眼光 也要忠于自己欲望的女人 所以我们要第一位呢 要来去接我们的 我给她一个称号叫做数位卡门 因为她收集的资料库实在让我太惊为天人了 嗨 数位卡门 快点上我的车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先打开我的云端资料库再说 你要先下载一下你的那个答案式的分类吗 当然啊 哦 好哦 我跟你讲我真的很意外 因为你外表真的看起来循规道具 做事干净利落 就是有一种不可侵犯的感觉 但有一天我不小心跟你聊到一个议题 你突然冒出金手之的课程 我真的当下立刻惊呆了 大概有五秒左右吧 我想要知道 为什么你会想要收集这样子的情知啊 通常收集情知都是因为可能看到某项资讯 就觉得好像蛮有趣的 这是我没有接触过的世界 所以我想要去了解一下 对 那进入这个世界之后 哇 原来这个世界是很宽广的 对 因为你知道月亮天蝎座会比太阳天蝎座 更重视这些秘密禁忌情欲性的议题嘛 所以我就想邀请你来上节目 我想要知道你怎么去收集这些资料 有哪一些资料可以分享给我们女性同胞们 听听看怎么去探索自己的情欲世界 那以你的目前的档案归档来看的话 你会推荐我们什么样类型的东西呢 如果说想要得到正确的性知识的话 我当然还是会比较推荐 是一些医生啊 或者是一些有在医疗相关从业人员 他们去分享或者是拍的一些影片的内容 所以例如说像Facebook有一个 最近蛮有名的叫许兰芳博士 对对对 他就会拍很多蛮有趣 那甚至是有一点搞笑 他会回答蛮多听众的问题 错误的想法怎么去导正他 对不对 没错 而且蛮像轻松愉快的健康教育课程 而且他探讨的议题其实很深又很广 对啊 那所以我们如果说一般 可能初次接触到性爱的人 其实可以去借由这样的医生的Facebook 我们可以先去了解正确的性知识 没错没错 那我当然知道你不是只有这样啊 那你还可以 比如我们进入到更小众又神秘的领域里面的话 有些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知道的 你说例如实作的课程吗 对对对对那如果实作课程的话 在台湾当然就推荐阿童就了不起负责的那一位 就是那个金手指那一位 没错 他到底有什么好的啊 你可以跟我们讲他让你厉害在哪里 觉得就是他开创了一个新的世界 就是你可以去有现场实作 甚至是有助教跟老师去教你如何 可能快速的找到居点 用手吗 当然啊 去就发给你直线套 这么赤裸裸 那是助教帮我们实验怎么找到吗 对助教就会躺在那 因为大部分都是男生去学嘛 所以助教就是躺在那 他就会说没关系你进来 我协助你找到我的 居点 对我最兴奋的那个点 那男生不就都比比刀比比刀 不会啊 我觉得这些男生很好啊 很有学育耶 对啊因为这个是未来 就是男生要服务女生一个很高端的技术 没错 对他们都应该要好好的学 男朋友如果去学的话你会愿意吗 很好啊 嗯我也会打五颗星 对啊 那还有别的吗 更小众更比如说 嗯 独特性偏好的 那 就是比较偏BDSM部分的吗 什么叫做BDSM是什么 对如果说有更小众的话 就在台湾可以大家去Google一下 就是叫做皮神与虐帮 他其实是一个小众的一个软体 嗯 那他很常在同志圈出现 为什么 他们还蛮致力于就是推广 就是开放的性关系啊 或者是说会有一些性别的讲座 甚至他是推广那些多元的性别 嗯 哦就是可以多方实验跟尝试的一个小团体吗 可以去认识不同的社群软体的感觉 真的还假的 对 那他的ASM是指我们以为的那个ASM吗 是 就对 那还有一点那种真的性癖好的成分居多耶 嗯 我觉得每一个新必要它都是会有一些人喜欢跟拥护的啊 就像我就是喜欢吃中餐喜欢吃西餐 每个人喜欢吃的料理是不一样的 我就喜欢吃重口味 所以我当然就会比较想要去找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管道 嗯 去找到我们的同温层嘛 嗯 藉由网络其实这一方面的资料真的很多元 然后大家也许资讯很透明之后 每个人看待这件事情的角度也都变了 因为毕竟欲望还是内在就是有存在的东西 那比如你是学护理学医学的那你又收集了这些资料 你有没有什么综合性的一些想法 因为我觉得其实像华人东方人他其实对于性 他这件事情是比较逃避的 对 比较没有那么的积极跟开放 那他们所像一些小男生啊小女生 他们很多去得到资讯的地方都是一些A片啊 嗯 那都是不正确的性知识 然后到时候就是抠到破皮 然后还觉得 嗯 爽不爽 爽不爽 叫女人 叫她翻白眼翻到闭眼 叫女人如何 是 真的 连假高潮都会很痛苦 真的 所以对 连中都中不来耶 正确性知识跟正确的预约技巧 这是很重要的 请大家年轻男女或者是老中青三代 都要好好的去研究这方面的知识 嗯 那我们也会请我们的数位卡们 介绍我们的网站 我都会帮大家把链接都铺好 那另外我想问啊 就是你这么了解这些东西啊 那你对辅助情绪用品啊 因为现在真的是日新月异嘛 嗯 那你爬文的时候 我有听你说几个女性比较推崇的情绪用品 那你有没有简单的分类 告诉我们哪些东西是属于 呃 带来不同逾越的一些功能呢 就是一般来说 当然情绪用品就有分进入式的跟外用式的嘛 就内服或外用嘛 内服或外用 对 感觉好像开药房 对 好突然刚很热 现在就觉得 上健康教育 好我们来听听看 那内服的话呢 当然如果你是有伴的 你当然就是直接来是最方便跟快速的 那我还是会比较推荐 如果你是有伴的情况下 内服的你没有玩到那么重口味 那你就是对方的那一只就够了 就真屌就够了 对对对对 那你就是可以靠一些外用的一些用品 嗯 情绪的用品 去辅助跟增加你们情感间的交流 就是说类似像前戏的挑逗的一个工具 没错 那有什么样子的玩具 因为一般来说的话 当然比较早期就是震动跳弹为主 跳弹 对 那跳弹的话 其实我就会觉得说 它其实最主要就是刺激因地嘛 嗯 女生不就是最重要的就是那一款 那它的震动的频率 其实就是比较单一啦 那就是震动爽完一波就没了 就有点像吃快餐 我们就是 咦咦咦睡 咦咦咦咦就可以睡咯 我就爽完一波就没了 就这样结束 这比较适合就是自己来的时候 那是素食的概念 得来素的概念 对就是得来素的概念 哦那还有更高深的技巧吗 对所以我们会推荐比较进阶版 就是你可以跟伴一起使用的 嗯 那是什么 那这种的话呢 现在就是吸损器 嗯 吸损器这个的话 因为它其实啊 除了震动之外 它还可以模仿西云的感觉 就是口爱啊 吃啊 年轻人说的吃 这一个 没错 因为真的 嗯 真的访问了很多女孩啊 他们就说 对啦 针鸟是很好用啦 但是就是男生普遍的口爱技巧 就是不够好嘛 那真的没那种前戏足够的话 女生不是能够可以很快速 跟男生同步达到性的愉悦跟高潮啊 没错 那如果借由这样子的 嗯 男生如果帮你操作 或是你自己操作 先达到前戏的高潮的话 可以更快进入真正性的高潮吧 嗯 没错 因为其实啊 不管是阴道高潮 或者是那种居典高潮 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的 嗯 就是说靠一只屌来说 应该真的蛮难的 对 因为你在阴地这个地方 它的刺激的那个神经接触点 其实是比其他地方还要多的 嗯 对 所以呢 其实我觉得比较推荐 就是你这个 去刺激这个点的话 你是新手 或是你就是老司机 嗯 其实就是很快就可以上手的一个东西 哦 而且 我该怎么讲 就是两个部位会有双手的 刺激感 哇就是真的就是靠 当然如果你没有去上什么金手指的课程 那你可能可以靠这种情绪用品 快速达到一个刺激 让你们可以共同享受这方面的高潮跟愉悦嘛 对不对 哦 所以我觉得科技真的带来很大的进步 也可以帮助女生跟男生互相了解对方的身体 对 需要的东西 嗯 而且如果就算是你跟你的伴侣 他其实你们是远距离恋爱好了 嗯 现在也有一些就是玩具 他其实是有远端遥控的功能 对 我真的觉得 我就是因为这个制作这个题目的 嗯 就是因为疫情时代我们没有办法 就是跟自己的另外一半常接触嘛 对 那发明了这个东西之后 我可以透过网路去遥控 怎么去刺激他 怎么去舍吻他 对 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 对 新的科技趋势 真的 就算分隔两地 我们还是可以达到高潮这样 对 对 可以一起享受这一件事情 嗯 对 诶那你这样 我这样听一下来啊 我真的觉得你色略很多欸 那因为你的外表就是那种真的不像我想象中的 因为越亮天蝎座 的确是必须要进入到一段很亲密的关系 才会显现出他很重视情欲这件事情 那以你的人生经历来说 是不是有这样的现象 就是你真的要跟这个人很亲密的时候 你才会展现你对这个欲望方面 体验方面的需求 嗯对啊因为在外面还是会有欧包啊 对 那好哦你你收集这些资料 比如说你现在身边有另外一半 嗯 你会怎么做啊 当然就是立刻转发分享 所以 然后改天来约一波 所以你真的会看到你自己感兴趣的题材 你就会丢给他吗 当然啊 然后那他如果愿意配合 你是不是会把它加分很多 加好加满 加好加满 所以你真的对付月亮天蝎座的女人 你真的要深藏不露的赶快收集这些情知 甚至如果你不懂这些东西 当他丢球过来的时候 你必须要好好的回这个球 真的要认真学习好吗 对对认真学习关于情欲的技巧 这些东西对对你来说实验之后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啊 实验之后哦 其实我比较属于那种好学生式的 我会去问课后心得 你是说对方的课后心得吗 当然啊 那他们一定很满意啊 就是例如说有一个什么新的招式啊 或是新的玩法体验过后 觉得诶这个你觉得怎么样 嗯 那如果他觉得很棒你就会觉得 哦 当然就是觉得成就感满满啊 那我听讲最好笑就是成就解锁这件事情 对你来说很重要对不对 对 没错 所以你追求的就是情欲解锁 应该算是哦 嗯 一波又一波攀爬高峰的经验 就是探索对方身体的地图 然后解锁他的各个部位 我突然好想取一个月亮天蝎座的回家哦 好啦 我觉得今天谢谢你分享这么多秘密档案式的那些 好文阅读的社群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上网去看看 嗯 增加你们的性的尝试跟情欲的一些技巧 好 我们今天谢谢数位卡们 希望我们持续可以follow你给我们的一些资料 嗯 好 好 那就谢谢你哦 我就下车咯 拜拜 拜拜 好 大家好 我跟你讲 因为上次那个吃货节啊 实在让我欲罢不能了 所以这一集 我又想要再请他上我的车 谁让你怎样欲罢不能了啦 让我的耳朵欲罢不能 但是因为我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的月亮在天蝎座 虽然他的火星在金牛座 但是月亮在天蝎座呢 他对于那种情欲的需求啊 其实是很执着的 但因为天王星就是不好意思 就是打到他的火星 所以开启他的感官欲望之旅 可是其实回归到内心 他的月亮天蝎座是受到很大的冲击 因为情感的连接感就变弱了 所以这一集就是来让我来反驳 上次那个太肉欲的自己 对 因为我们要来你的敲敲板 我们要怎么去平衡你的月天蝎 怎么去突破那种情欲 不能被满足的黑洞呢 我之前在工作的时候是 有一个女同事 很爱跟我开一些黄色的玩笑或笑话 然后或是做一些肢体接触 在我耳边吹气什么的 我都会尖叫 就是我会说你可以不要这样子吗 因为你的月天蝎很抗拒他 就是对就会觉得天哪 我不要做出这种 就是有点语举的接触 或者是他是跟我讲一些 他上次就是千男友怎样怎样 就是老二很大 我就想说你干嘛跟我讲这个啊 超怕的 月天蝎表面都很保守 他一定要进到卧房以后 才会展开他们情欲的那一面 所以呢 那2019以后 你对这些话题的反应是 其实还不同吗 就是完全当大人 当大人 就是我 像我刚刚来之前 我还在跟我朋友讨论说 我之前使用过的器具 对哪一些差距 就是我觉得 你这个尺度比你的朋友 高太多了 你这个风是不是差距很大 从向上变得玉山了吧 对就是有点长太大了 其实月亮天蝎是追求比较极致的情欲 情欲哦 不是肉欲哦 我分得清楚啦 你一定分得清楚的嘛 的满足嘛 对不对 所以 肉体对你们来说是很基本的一种东西 那可是你们就是有一个情欲的黑洞 很难被满足 你觉得你的内在有没有这种感受啊 比如说我今天可能给你个拥抱 你就满足了 可是给月天蝎的拥抱可能是 你必须要投入感情 并且深深的抱着他 好像也要把他抱到你的身体里那种拥抱 对他们来说才会足够 要够强烈 对 就是也不仅只是肢体上的强烈 就是 你要感受到那个心的那种 爱自欲其身恨自欲其死 对 我要感受到你看着我的时候 好像就想要把我吃掉那种热情 对月天蝎来说才是足够的 我也体验过单纯只有火金牛在运行的时候 当然你的肉体上会被满足 可是结束之后真的是无止境的空虚 就会 你可以明显的感受到 OK 这个人不会是你想要走下去的人 所以我朋友就说了嘛 因为他的天蝎座很强 他就说我要的爱就是expresso的爱 我不是要拿铁的 对 感受月天蝎的爱很像在一团热乎乎的历青里面 就是又黑又浓稠又热 在灼烧着你的皮肤 可是你又深陷其中 就喜欢那种痛感 就是要有感啦 那我知道你自己很蛮勇敢的去 也不是勇敢 是有兴趣的去touch到很多 关于可以让自己情欲更开心的一些 田野调查也好 开箱也好 那你觉得情趣用品 至于女人的情欲会是扮演什么角色啊 哇 我觉得其实我会接触到情欲用品这件事情 也是无胆无壮 嗯 因为像我一开始说的嘛 我以前就是一只小萌新 2019年前 以前就是一只小萌新 你跟我讲到 就是可能懒叫这件事 我就 我就是 我就是觉得天王星的威力怎么可以这么强大 我就堵住那个人的嘴 说你不要再讲了 连打字看到我都会想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我好想穿越时空去2019年以前 我想拍那部对比照的影片 我有一个认识我很久的朋友 就是他启蒙我的 他什么星座 他就是太阳巨蟹 然后月亮上升都是天蝎 哦 然后也是金星狮子 所以跟我是完全相反的类型 对 他是我的导师 蛮活出真实的你 对 对 他就是成长版的我 哦 但是 呃 在第一次接触情趣用品这个时候 其实我也是 有一点害羞 嗯 就是 有一点抗拒说 这个东西为什么要 进到我的体内 或是干嘛之类的 嗯 但是 可能就是像你说 当大人之后 嗯 才会发现哦 其实 疏解自己情欲这部分也是很重要的 对啊 因为女生真的有愉悦性生活 整个气色都不一样 你是说你自己吗 当然啊 哈哈哈 身体曲线跟散发的气场都会不一样 嗯 对我觉得就是 就像男生就是有时候就是要有事没事也要抗几发嘛 清仓啊 对啊 啊女生也是有事没事也可以自己来一下 嗯 对啊 就是定期的 保养 输压释放 对我觉得可以说是保养 对啊 因为他也算是一种运动啊不是吗 呃 算是吧 哈哈哈 好你接触的那个那种情形是什么样 就其实是男友 嗯 可能不太行 哈哈哈 你是说 吼的部分 还是吃的部分 还是手 手的部分 就是因为男友可能 可能 技巧不好 就整体来说他的持续时间可能没有办法太久 所以他就是先找了一些玩具来挡时间 所以啊 我们才会说什么 为前夕带来新高潮 就是因为女生比较慢 男生比较快嘛 那所以你必须要让女生先预热吧 对 而你前面先嗨一波之后 男生就不用这么费力了吗 必须要先暖机 那女生的暖机呢 以人体构造来说又是比较复杂的 对 那男生呢 这些大猪蹄子又 比较不愿意承认自己需要在这方面去做进修 所以他们在暖机的部分 就会略显就是声色笨拙 那可能会导致越暖越 越冷 就是我也曾经遇过几次就是 明明是前夕 但是我就从湿了就变干掉了 所以就是一些我觉得适当的道具也是蛮好的 比如说会震动的啦 会吸吹的啦 或是有加温作用的啦 哦 模拟真人温度的那种 我觉得这些都蛮适合 给你们这些大猪蹄子 拿来就是取悦另一半好不好 也为你们审视啦 因为大家都想说在一起不是就是开心吗 总不能因为频率不一样而导致 对啊 你们也不想看到就是女伴假高潮假教 他们分的出来吗 我觉得男生分不出来 但是我是分的出来啦 所以 我们女生还是自己要爽化 还是要自求多福 因为我们这一集就是因为 我们知道了一种就是 女性的情绪用品嘛 叫磨吻 那磨吻的话呢 就是吸损器 那这个东西啊 其实就是你刚刚说的 刺激因低高潮用的 那也补足了我们认为 另外一半可能不太会吃这件事情 你有接触过这个东西吗 你说接触吸损器的 对 这样的当然有啊 嗯 那你的感觉是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是真心蛮厉害的 真心觉得蛮厉害的 真心蛮厉害的 因为其实女性的因地就是 男性的龟头的构造 又回到健康教育 对对 我们先回到结构 因为这个因为这个 因为那个地方吸损器 吸损的其实就是因地 那个地方就是女性神经分布 神经分布最密的地方 跟你讲 因为我真的听到 那时候我看到那个商品的时候啊 他还可以发饰文 波波文 我光听他讲完 我的画面就很多了 对啊 是不是女生就是一个需要一个 幻想跟一个刺激 是因为他的其实震动的方式不一样 就是女性你可能一边在使用的时候 一边可能幻想说 你的男性可以帮你怎么样的填稳那个地方 可是因为男性的舌头不管怎么样 他的震动的频率可能都没有道具来得快 然后可能他们也会酸 然后或者是他们并没有你自己了解身体 他填的地方可能跟你想要被填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对啊 所以只有自己知道自己 对所以用这个东西真的是可以最快帮助自己 达到舒服的就是程度好不好 诶那譬如说你都譬如说你探索过后 那你发现譬如说法式文真的可以让我达到 兴奋的那个程度是最高 那你会告诉你的男伴说 诶你用法式文可能最快get我 你会这样跟他分享吗 我觉得是不会用到那种专有名词去跟他讲 就是比如说 就是要实际操练 就是会直接跟他讲说 就是你可能填大力一点或填快一点 或是你要用力吸 所以因为你前面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点的嘛 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透过情趣用品去探索自己身体的话 你也没有办法明确的告诉男伴说你怎样才会舒服 那你不会舒服你的男伴也得不到成就感 你们两个之间的你知道性行为就会停止不前 就是尴尬的一个场面 对就是也不会再好了 可是其实你们可以再更好 说真的因为大家本来这种话题应该不是说台面上可以讨论的话题 有些伴侣其实也不敢讨论这些话题 但是他真的又是我们人里面内在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健康很轻松 或者是想要带给对方愉悦的一个心态去了解这个东西 对啊 或者是就是你们可以在做完的时候 就是在床头撒娇说 哎 baby 你刚刚那样可以再用力一点 我觉得会更爽 那就记忆那个模式 对啊 我觉得床式上要你知道 适当去沟通啦 好不好 对啊 大家真的要保持开放的心态 并不是说什么有了玩具就不用另一半 然后有了另一半我就不能用玩具 是也不用这样子 所以我们这一集是整集就是你知道天蝎座就是情欲的教主 然后呢 就是也很健康愿意探讨 因为天蝎座可能不见得跟别人讲心事 但是如果真的在这一方面的专业知识 其实我觉得还蛮乐于跟大家分享的 就我们希望大家都快乐 对啊 这就是他们生而为天蝎座的人生宗旨 好啦今天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集结束之后 我觉得有点满足了 哪里满足了 我从身心灵到耳朵都满足了 真的讲了这个金牛跟天蝎这一组的情欲感官 真的是很鲜明的在你身上就彻底的体现 对啊 好我们就大概就是进行到这里 谢谢吃货姐 咱们猪子饿咯 掰 嗨 Amber 嗨 你旁听了这么两个月亮天蝎座女孩 分享她们私密的情趣用品体验 跟情趣情资收集啊 你有没有觉得很惊讶呢 嗯有我发现其实大家都深藏不漏 都默默的其实都有在研究 对啊我这样还是要说 原来魔吻可以为女人带来前戏的新高潮 所以我们就回来我们的魔吻系列好了 你可以再跟我们深入的介绍魔吻 到底可以带给女生什么更愉悦的快乐吗 嗯好没问题 魔吻呢刚刚我有强调 她是目前唯一呢 有三合一功能的 就是吸筍舌田以及震动 那不管是你是新手还是老司机 绝对都会让你呢 力很快就秒朝 秒朝 腿软 对因为我们经过很多的真人实测 还有魔吻一个很棒很棒的功能 那是什么 就是她的APP APP你是说用我们手机吗 对 APP呢你只要下载小怪兽的APP 那APP的功能呢很非常的 她的界面非常的可爱 Friendly 对她就是可以 她APP呢可以分别控制舌田 以及震动 伪震 那舌田她的功能呢非常多 搭配APP呢你可以解锁 非常多的玩法 接受每个人自己的喜好吗 对尤其是像我们的舌田 她那个灵巧的小舌头 可以带给女生 就是无比的欢乐 然后再来我不得不提 我们真的是超受欢迎 就是我们的叫做超时空遥控 就是大家超爱 这个真的很赞耶 因为疫情时代的时候 我们面临很多这个问题 这个你一定要好好介绍 没问题 就是呢只要呢 你跟你的另一半呢 只要你们两个都处于 有网络的状态 那今天不管你的另一半在哪里 那可能你可以跟他去逛夜市 或是你跟他去逛街看电影 或是他今天人在 一个在台北一个在高雄 或是他在国外 那只要连上APP 那其实你的另一半 他也他不用装APP 你只要 你只要 对透过LINE可以 然后你邀请他 那他就可以马上遥控 你的很可爱的魔紋 哦所以就是 我也不知道他会出什么招 然后他就可以按照 他喜欢的节奏跟模式 来控制我的小怪兽嘛 对没错 整个要 整个结束完了以后呢 那女生你还可以帮男生评分 对就像我们今天 用任何APP 你搭完车啊 用完餐你都要评分嘛 对 几颗星 我满不满意 所以我们女生也是有评分的权利 我们不是只能被遥控 这掌控权很高耶 对我们不是只有被遥控 我们还要反过来评你 看你表现得好不好 所以我们女性的情欲的自主权 因为这个APP可能提高不少 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你们接下来的活动吗 因为我们的魔紋呢 的出了最新款是 粉红色的 叫做魔紋粉红小恶魔 大家也知道粉红色 其实就是我们女生最喜欢的颜色 对 因为粉红色就代表了爱情 代表了梦幻 尤其是所有 不管什么东西 都要出粉红的版本 因为女生看到粉红色 就是受不了 就是一定会 立刻就买单 带回家 搭配这个 我们也有推出一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呢 就叫做 粉红美照的募集活动 那这个粉红美照募集活动呢 参加非常简单 那大家呢就只要上我们小怪兽的粉专 sistalk小怪兽 去搜寻sistalk小怪兽 然后在我们的那个粉专呢 这个活动的动态消息下面呢 然后上传呢 你去拍任何粉红色为主题相关的美照 自觉美照 对对对 任何 只要跟粉红色相关的都可以 然后再加一句话 那告诉我们 你有多想要磨稳的粉红小恶魔 就这样 上传一个照片跟一句话 那很容易啊 那应该塞爆你们的粉丝团 对就可以参加了 对 好 那既然你们都有的话 那我们新女郎的粉丝们 会不会也可以拥有一个粉红色的小恶魔呢 没问题 哦好棒哦 那好 那我们呢 就是为大家谋了一个福利嘛 那我会把我们新女郎粉丝的粉红小恶魔 在3月14号以前 白色情人节之前 我们也做一个活动 那请持续锁定我们一船梅大力丸的粉专 我们会公布这个活动办法哦 那今天要谢谢Ember 欢迎大家来参加 好 来 我们今年的春天就一起来粉红色泡泡吧 好 那就谢谢咯 谢谢 拜拜 拜拜 每一天都想要与你共度 我是你的主公 但你是我的公主 总是与众不同 随时都想要同步 你说你一直都想要养一只宠物 想要把它收服放进你的口袋里 就像是宝可梦不同的属性